来 坐在里面 走啦 老乡 好好好 老乡 拜拜 走啊 好好好 880元 一千零五十块钱 然后打一折 一千块 一千就一千咯 谁啊 谁啊 我找这个地方找得好 我们这设备都高扣起来的 夹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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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叫于宝川 今年57岁 我老家是湖北的 我92年来深圳 我当时我有个朋友 他是在一个餐厅里面 他还不是做厨师 他带我去短暂餐厅吃鸡包 我觉得很好 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会炒菜 做鸡包也好了 我就跟着学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可以 所以我们就确定 以做鸡包为主 鸡的做法呢 先把火鸡攒成小块 鸡干以后 把锅烧热 然后呢 下少数油 把鸡 炒香 炒肉 炒干 然后呢 就下鸡包酱 鸡包酱下完了再翻炒 炒到人或人家 加汤 就是七分鸡肉 三分汤 做完了以后 再倒到沙堡里面 我们以前开店的时候呢 是鸡就养在店里面 先杀 现在呢 但是我们都是在外面 杀好了以后 马上送过来 我们鸡 呃 鸡零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大概也就是 呃 六个月到八个月 做鸡包呢 是从 97年开始做鸡包 呃 到现在呢 是23年了 97年 才开始说 一个鸡包是卖 38块钱一吃 4年前 左右 就 七八都涨到68 我来帮我们再加点汤吧 啊 马上来给你加点神仙汤 到现在为止 我50多岁了 我每天 呃 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不觉得累 第二个呢 我在店里面 喜欢跟客人开玩笑 18 1820块钱 我上1800的 1800的 920 你没多 你这么便宜啊 你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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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我们这里来说呢 主要还是面向一个 呃 打工的 工薪解采 你像晚上 呃 主要客人呢就是一个 呃 盛餐的快递小锅 还有 这个 物流公司的那个快递人 他们白天辛苦一天 他们晚上要想找一个地方 三五个朋友 呃 吃点 吃点 宵夜 喝点小酒 可以 释放一天 白天的工作压力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 它的抱怨性很强 全国国里很多外地人来深圳 慢慢慢慢地就适应深圳 我们当时做的很单一 就是做几位机包一个 呃 一个平等 但是呢 不能满足所有的人的需求 后来有些四川人呢喜欢吃麻辣的 他们就做麻辣机包 呃像潮州的啊 他们喜欢吃清淡一点的 我们就走清淡凉气包 在深圳这个地方 只要你努力 一定有回报的 好好好 五瓶了 够好了 先拿五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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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time on Mean Street Gourmet we visit a fourth generation maker of handmade buffalo cheese in Shunda stay tuned 好 谢谢老板 不应谢 五星斤了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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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